這題是說現在有一個垂直圓舟的軌道 那現在上面有一個小指點是大M 質量是大M,電荷是Q 跟這個軌道之間它是光滑的 那麼它現在從這裡 用那個速度V這樣設下來 那麼它問V至少多少的話 才能夠讓它轉一圈 好,現在我們就從最頂端開始算起 大M在最頂端的話 它滿足什麼樣的方式 大M在最頂端的話 它的轉彎的力量是誰提供的 是正向力M提供的 M跟重力 就是N加上重力,重力是Mz 這個是等多差呢 這是F,向線力 MA 這等於M乘以A A的話就是R分之V平方 這裡我叫小V好了 或者是小U好了 R分之U平方 這個N要大於等於0 所以這個是大於等於小Mz 那這樣的話 所以我就知道說 我把那個呢 R乘過來 再把它乘以二分之一 再把它乘以二分之一 就是二分之一 M的U平方 大於等多三 二分之一 MzR 從這裡到這裡 它滑到這裡的時候 重力給它做工 重力給它做工的話 它會增加能量 就是說 這裡的動能 加上重力給它做的工 等於這裡的動能 也就是說 二分之一 這是M 這個是V平方 就是這裡的動能 就是這裡的動能 等於多少 等於這裡的動能 是二分之一 M的U平方 加上重力給它做工 是MzH 那你也可以把它看成說 這個動能 加這一段的位能 變成這裡的動能 這樣也可以 或者是說 重力給它做工 做工是MzR 但是問題是 二分之一 Mu平方 大於這個 它大於等於多少 二分之一 MzR 加多少 加這個MzR 所以這個是等於 所以這個是等於 二分之三 MzR 所以這個是等於 那我M可以消掉一個 二分之一 消掉一個 所以我就得到 得到這個什麼呢 得到這個V 它是要大於等於 跟到3zR 這個是第一小題 好 第一小題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的話是說 如果我現在再給它加個 電長 電長E的話 那麼 它速度最少多少的話 才能夠讓它轉一圈 好 那一樣 我們從這裡開始做 從這裡開始做的話 這裡就多加一個什麼呢 多加一個QE 也就是說 N 加上 Mz 加上 QE 這個是等於 M 乘以 R多多分比方 R分之 U比方 U是這裡的速度 好 那現在這裡的話 大也等於多少 這個 它是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Mz 加上 QE 因為那個 正向力 這個 就是說 這個 軌道給它的正向力 大於等於0 所以 這個 它是大於等於 Mz QE 就曉得說 1 1 Mu 平方 大於 1 2 然後 這個是 R R 乘以多長 Mz 加上 QE 好 從頭的道理 就是說 物體從這裡 掉這裡 重力加上電力 給它做工 R 動能加電力 電力跟重力給它做工 等於這裡的動能 也就是說 二分之一 Mv 這個時候 我們叫V0 V0平方 這個等於 等於是 這裡的動能 這裡的動能 是二分之一 二分之一 Mu 平方 加上 重力 跟電力做的工 就是 QE 這是電力 加上 Mz 重力 乘以R 做了工 好 那二分之一 Mu 平方 是大於等於這個 所以這個大於等於多少 二分之一 R Mz 加上 QE 加上 這是 R Mz 加上 QE 所以這個是等於 二分之三 二分之一 加一 二分之三 R Mz 加上 QE 好 那我兩邊 給它除以那個 給它除以那個 乘以二 乘以二的話 二就消掉 所以這個V0 V0 V0 的話 就大於等於 到上面 把小M 除過去 小M 分之三 R Mz 加上 QE 然後開電好 這個就是答案 好 再來我們看第三小體 它將第二小體的電場 把它電場的話 改為垂直射出紙面的均勻磁場 這電場就改成了磁場 電場現在已經沒了 電場現在已經沒了 好 然後且雲的批點 以初速V 射出小球 則小球在 達圓環底部 的過程中 磁場對小球所做的功 應該等於零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曉得 這個磁場 給這小磁的作用力的話 滿足這個柿子 這個我們把它插就好 第三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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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磁力做的功 磁力 是等於多少呢 Q V XV 這個V V就是那個 這個小球的速度 任的時刻的速度 但是問題是說 這個VXV V 跟這個V 所在的什麼呢 V 比如說在這裡的話 V XV 這是 速度 V XV VXV的話 它的方向 是什麼 是跟這個V的方向垂直的 好 這是FV的方向 我就說 V 它的方向始終垂直於什麼呢 垂直於這個Fm 所以我就曉得說 這個功率 任何時刻做的功率 P 是等於Fm 所以 做的V 那這個等於0 為什麼 因為V跟磁力是互相垂直的 任何時刻做的功率等於0的話 所以做功等於0 任何時刻 因為這是 D U D T 任何時刻做的功 D U 所以 總功 就等於0 所以做功等於0 我沒有做功 我可以做功 都超越多的 4 5 5 1 中文字幕志愿者